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北方的政战 南北方王的政战 所以这一段 我们上次就讲到30到39节 这个内容是讲到罗马教廷他的兴起 以及他被盗的情况 上次我们讲的弟兄姊妹 如果回忆一下 还可以想得起来 已经很清楚了 今天我们接着从40节到45节 这是战役离第十一章最后的五节 这五节经文 其中有一些我们参考着来看 已经是应验了 还有一些 在应验中 他主要的一个主题是什么 末了 南北方王征战 这些结果 这个征战的结果 就是整个世界的历史呢 就要结束 我们主就要再来 我们主就要再来 所以这段呢 是很重要的 自从 开始的时候 是波斯 马带波斯以后 紧接着就是希腊 这个南北方王一直是持续到 到现在我们可以说是两千多年 到最后就要结束 那么这段语言呢 还是没有来的 以及呢 我们在观察当中正在应验 所以很重要 我们也不能够预测 但是我们看到所发生的事呢 可以使我们对这段语言呢 有所认识 求主的圣灵能够启发我们 也使我们能够注意这个国际的形式 能够更加使我们可以理解 下面我们请大家一同翻到 十一章的第四十节 但以书十一章第四十节 十一章第四十节 第四十节到末了 南方王要与他交战 北方王利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 势如暴风来攻击他 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 这一段呢 又是讲到一个南方王和北方王 我们讲的这里呢 这个南方王和北方王呢 仍旧是过去的 继续前面的 所以呢 北方王指的什么呢 还是罗马教皇 我们说罗马教臣也可以指的北方王 南方王呢 一直指的埃及 埃及是一个无神的 因为法老王说上帝是谁 我不认识他 自从开始一直到最后 主耶稣再来以前 南方王还是不变的 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看法呢 我们是根据但以理书十一章的语言 和二章七章八章三章的语言内容 是基本是一致的 因为在二章七章和八章 大家回忆一下 第二章是讲到一个 金头银兄同府铁腿半铁半尼的脚 这个发展呢 从巴比伦开始 金头以后 银兄马带波斯 同府七腊铁腿罗马 以及分成十个 罗马分成十个族十个国 这个我们大家 都可以回忆起来 这个程序呢 和第七章讲到的 四个大兽 狮子 一表巴比伦 熊 马带波斯 豹呢 希腊 十个脚 后来又长一个小脚的那个兽 是指着什么 罗马 而且这里面我们看到呢 重点都是在那个 第四个兽 那个铁腿以后十个脚之头 你看第二章讲的最多 第二章讲十个脚之头 匹克尼布能够参长 就讲到罗马分裂成十个 而在这个四个大兽的时候呢 又是讲到有十个脚的这个兽 其中长了一个小脚来 重点讲第四个兽 第四个兽呢 到了大章的时候 讲公绵羊是指着什么 公绵羊指着什么 马带波斯 公山羊呢 起了 公山羊后来 从他的四个脚 有一个脚跟上 又长出一个脚 长得很高很高 高级天象 指着什么呢 罗马教皇 又是这个程序 而且重点讲什么呢 讲最后这个小脚 高级天象的 集中在罗马教皇的身上 都是着重在罗马 因为罗马呢 他的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有罗马教皇 一直他要延续到我们现在这个时候 因此呢 但一里十一章 也是从南方王北方王 是马带波斯开始 四个王以后合并为南方王和北方王 一直呢 就这么打 南方王北方王打了以后呢 到了一定的时候 南方王呢 就把罗马帝国让他来相助 因此罗马帝国呢 就参入了 参入了以后 罗马帝国不单是做了北方王 而且把南方也制服了 他就很强的 一直可以说 在罗马 教皇 罗马教皇参入了以后 开始罗马帝国 以后就是罗马教皇 那个时候南方王可以说 势力是很弱的 知道 到了四十 四十阶开始 北方王仍然是罗马教皇 而南方王还是埃及 可是南方王这个时候啊 势力呢 就大了 这个时候南方埃及呢 他不是单单指着一个地方 而是扩大了一个阵营 我们在研究预言的时候 前面我们看到 上次给大家讲到 就是罗马教皇 他要分地 以及呢 罗马教皇 他怎么样 不顾他列祖的神 而且呢 他是自高自大 超过一切 成为神的 这许多的事 还提到呢 在他杀害基督徒的时候 有一个力量可以把 被扑倒的人 把他扶住起来 就是宗教改革 我们上次特别讲到了 在宗教改革以后呢 有许多人用忏媚的话 来亲近宗教改革 以至宗教改革呢 那个时候呢 就受到这许多呢 伪善的 没有真正奉献给主的人 宗教改革以后呢 又去一个 渐渐的 上帝所不喜悦 所以宗教改革以后的教会呢 又去拜王 一直到呢 定期是就了结 所以这一段我们看呢 就是到什么时候呢 就是到公元1798年以后 我们可以说再延长一点 到公元1844年的这个阶段 这个教会的情况 宗教改革以后 本来应该很好 但是预言说 有许多人用忏媚的话亲近他们 这就是 大家可以看呢 第十一章的 十一章的 第三十四节 十一章三十四节 他们扑倒的时候 少得辅助 就是 三十四节 他们扑倒的时候 就是那许多被罗马教皇所迫害的 前面几节我们看得很清楚 我们可以再 读三十三节吧 民间的智慧人 必训悔多人 指着当时的瓦典西人 阿比坚西人 智慧人是 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 他们用各种的方式 去训悔多人 然而他们多日 逼倒在倒下 在那一千多年当中 瓦典西人 有很多 遵守上帝 见面的人 反对教皇的人 倒在倒下 或被火烧 或被掳掠抢夺 就是遭遇到这样的迫害 他们扑倒的时候 很多相当的 上帝的儿女扑倒 被逼迫 致死的时候 少得辅助 宗教改革起来 为什么少得辅助呢 因为 罗马教皇的势力 是受到打击 但是 并没有完全被打击 所以是少得辅助 求许多人 用缠媒的话亲近他们 得到辅助以后 宗教改革 又有很多的人 就腐蚀 信教 就是宗教改革的 我们那时候成为抗罗宗 他们用缠媒的话 那许多伪善奉承 机会主义者 以及呢 没有真正悔改的人 因为那个时候宗教改革 推翻了 罗马帝国相当的势力以后 有些人就亲近宗教改革 这个时候呢 又使得宗教改革呢 一个很神圣的 很好的团体呢 就逐渐有败往 一直就发展到什么时候 1844年 1844年那个时候教会 又是处在一个什么 巴比伦的时候 我们紧接着 学习启示录 巴比伦教会 什么时候开始青岛 1844年以前就开始了 1844年就传扬 巴比伦青岛 那个时候的教会 宗教改革成功了 但教会呢 又受到世俗化 在那个时候 可以说整个的历史 世界的历史 进入了一个什么 文艺复兴 科学发达 下面我们等着要讲 大家就会看到 这个时候就是科学也发达了 物质文明 大家享受提高了 教会怎么样 又去与败往 到今天我们的教会 是什么教会 老底家教会 不冷不热 是吧 觉得一样都不缺 发了财 世俗的影响很大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酒屁 所以到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 到末了 也就是说 这个末了呢 在圣经里头 原文翻译下来呢 有地方翻译成末期 末世 这个地方说的呢 到末了 可以啊 我们在翻译当中 其中有七次提到这个问题 有一次就是末期 觉得很好 这个末了就是到了末期了 什么时候 1844年 1844年 我们说 真正进入了 主快要来的末期 耶稣在世的时候 约翰就说 现在就是末世了 约翰说末世了 实际上那个时候呢 离现在还有两千年了 那时候成为末世 但是还不是末期 1844年开始 就是末期 主来的日子 的确就是临近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第四十节 我们请大家再看 到末了 什么时候呢 就是末期 1844年 各位 这个时候以后 南方王要与他交战 他是谁呢 就是北方王 南方王 他的对象就是北方王 也在他呢 就是北方王 北方王 下面就讲了 不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 是如暴风来攻击他 到了1844年 这个时期以后 我们在研究啊 南方王的势力怎么样 我们说一直指着埃及 这一点呢 请大家要留神一下 南方王 南方王 我们研究这段历史啊 南方王那个时候 就扩大了 从什么时候 南方无神主义扩大呢 1917年 我们再早一点 就是从 17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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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的时候 有个事例 大家记得吧 两个见证人 在启示录里面提到 有两个见证人 十一章指着什么 圣经 圣经 受到了一种杀害 就是法国大革命 1798年 以前几年 1793年开始 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 是什么革命 无神主义的革命 所以把圣经都烧掉 神父 主教 都把你杀了 侮辱圣经 把圣经调在杆子上面 结果呢 在那时候革命的时候啊 他们就 选了一个代表 这个代表呢 就说 世人啊 现在你们 不必再惧怕 那由你们自己惧怕 而创造出来的上帝 所发出来 没有能力的雷霆了 你看 这话多嚣张 他怎么说呢 世人啊 现在你们 不要再 委屈 那由你们自己的惧怕 而创造出来的上帝 所发出来的没有能力的雷霆了 从今以后 除了理智以外 你们不要承认任何的神 各位怎么样 他说的理智是什么 就把一个巫女 一个妓女了 把她抬出来 很华丽的车子送到教堂里 代替上帝 他说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今后要敬拜的神 你看到什么地步 又是淫乱 又是无神 所以圣经里 在两个见证人怎么说 按照灵异叫索多玛 又叫埃及 索多玛呢 是个淫乱的地方 埃及是个无神的地方 在法国革命之后 完全就呈现了这个 我们说 四十节开始呢 就从这开始了 以后 就到了 什么时候呢 到了 19 17年 1917年 苏联开始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之后 拉脱维亚 立陶宛 北韩 埃撒尼亚 波兰 匈亚利 捷克 中国 北韩 北越 古巴 等等 一直呢 这个无神呢 就是越来越苦 都是成无神的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各位这个很重要的 这就说呢 南方王 埃及 他就扩大了 扩大到这个势力 结果怎么样呢 北方王 请大家注意 四十节就说 到末了 南方王 要与他交战 与谁呢 与北方王交战 在这时候呢 北方王呢 就兴起一个势力 大家注意啊 要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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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怎么样 大家看这个历史 可能大家记得 在一九八二年 美国的里根 一九八二年 美国的里根 和教皇 约翰 保罗二世 怎么样 就请服了苏联 这是在报上公开登的 我们以后啊 学习 启示录的时候 还有专门讲这段 我把那个材料 可以给大家 用幻灯放出来 里根 教皇 一同 导苏欧 就是这么个标题了 什么时候呢 一九八二年 一九八二年 六月七号的时候 各位大家看到了 这个苏欧 怎么样 轻浮的呢 就是北方王 荣瓦教廷 和这个 当时的 美国的势力联合起来 他以后 我们知道 首先在欧洲的是波兰 波兰 波兰以后 东欧 中欧 一九九一年八月 苏联 以后还有其他的 怎么样 我们看到 有很大的一个 南方王的势力 到了这个时候 已经 一点一点的下去 谁也没有想到 特别是这个 一九九一年八月 苏联 谁想到 一夜之间 没有了 所以圣经里怎么说呢 请大家看 我们再看这四十节 到末了 南方王要与他交战 与北方王交战 北方王 不用战车 马兵和许多战船 是如暴风来攻击他 完了 这个都是形容的 在作战当中的 这种战车马兵和许多的战船 就是表示 他的一种力量 力量是雄厚了 所以把南方王呢 就攻倒了 也被进入列国 如洪水泛滥 各位大家注意吗 洪水泛滥 那就是不是一下就没有了 我们中国不是还大雨之水吗 曾经有过洪水 到中国大雨还在治水 很多地方还是有水 因此这个北方王的势力呢 与南方王作战以后 那个大的去掉了 但是还有洪水泛滥 继续在那儿的 还起着一种泛滥淹没的作用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一段 下面第四十一节 又进入那荣美之地 由许多国就被请服 又进入荣美之地 荣美之地呢 就指着耶路撒冷 这个问题呢 我们到下面呢 会仔细讲到四十五节 他怎么进入荣美之地的 四十五节怎么讲呢 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 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墓 然而到了他的结局 比无人能帮助他 这就是最后了 现在呢 在四十一节呢 就提到一下他进入荣美之地 到最后呢 是怎么进入荣美之地呢 就说明了 下面呢 几节经文呢 还是很重要的 四十一节 进入荣美之地 有许多国就被他清服 但以东 摩亚人 和一大半的亚门人 被脱离他的手 就北方王啊 脱离了北方王 这个 这指着什么呢 以东是以嫂的后裔 还有摩亚 亚门是罗德的后裔 这些呢 他们基本的立场是中立的 南方王北方王 去中立立场 所以怎么样 北方王在攻击南方王的时候 就没有对他们 有什么妨碍 所以脱离了他的手 第四十二节呢 他被伸手攻击列国 埃及帝也不得逃离 因为他 就说 北方王他就针对南方王嘛 埃及当然不能逃脱了 埃及是主要的南方王了 还有列国呢 那就指着 刚才我们讲的 以埃及为代表的那个势力 列国 所以这个北方王呢 还是现在向南方在进攻的 和许多南方的国家在进攻中 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什么势力呢 就是以罗马教皇 北方王为势力的 南方的一大片的列国 凡是属于埃及性质的 都包括进去 现在呢 就受到这个北方王的一种势力的冲击 下面我们看第四十三节 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 和各样的宝物 里地亚人和古诗人都必跟从他 里地亚和古诗也必跟从他 那就是服从于他的 也都服从于谁了呢 服从于这个北方王 古诗啊 他们实际上他们所在的是埃及地 但是他们的心还是倾向于北方王的 第四十四节 但从东方和北方 被有消息扰乱他 他就大发烈怒出去 要将多人杀灭尽尽 各位东方和北方指着什么 东方和北方啊 知道吗 我们这里看 东方指着什么 日出之地 是从上帝而来的 我们请大家看 启示录七章 七章 七章 第二节 启示录七章第二节 我又看见 另一位天使 从日出之地 从日出之地上来 拿着永生上帝的印 他就要印上帝众仆人的额了 各位这个地方大家看到没有 从日出之地上来 一个天使 拿着什么 永生上帝的印 因此呢 盖印的工作 十四万四千人被盖印 从什么地方 来的信息呢 从日出之地上帝所派来的天使 所以我们说 东方呢 是指这个意思 还有北方指着什么 北方 北方 上帝的宝座 我们请大家看 以赛亚十四章 十三节 以赛亚十四章 十四章 以赛亚十四章 第十三节 这个地方讲什么呢 就是讲的明亮之星 早晨之子 就撒旦了 这恶势力了 撒旦开始犯罪的时候 他怎么说 第十三节 你心里就是撒旦 你心里曾说 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高举我的宝座 在上帝众星以上 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 在北方的极处 为什么撒旦要到北方的极处呢 北方的极处是上帝宝座所在的地方 他与上帝同等了 所以我要到北方的极处去 坐在上帝的宝座上 所以北方呢 我们指的就是上帝的宝座 这样看来 我们大家 再请大家看到 单一离 单一离第十一章 这一节呢 我们就可以有个很清楚的概念 第四十四节 从东方和北方 有消息扰乱他 什么消息啊 什么消息 弟兄姊妹 东方和北方 有消息扰乱他 什么消息 英文就是阿拉姆 阿拉姆就是 哎 陛下的一个人很惊 突然给他一个 吃起的 很惊惧害怕的 警报 什么警报 三位天使的警告 三位天使的警告 启示诺十四章 六到十二节 我们都会背的 各位 我们这样说的一点不错 北方王 罗马教廷 他所做的 罪恶的事 我们从启示诺 以后我们学习十三章 十四章 就是这个小脚 也就是死上一好的兽 所以三位天使的警告呢 第一位天使就是 我们要 把名字记在生命册上 审判的时候到了 上帝要对这个罪恶的势力 要进行最后的 一个决定善恶 第二位天使 第三位天使信息 针对着那个大淫妇 死伤一好的兽 都是指着罗马教皇讲的 而且这里面许多的内容 罗马教皇一点他也不会否认 他自己也承认 因为对大淫妇所做的事情 我们给大家讲过了 他举个特点 他第一就是 贪爱世界 金银财宝 他的金储别量 在世界第几位 第二位 一个小小的梵蒂冈 0.44个平方公里 一个平方公里都没有 他那么多的财富 他靠政治 靠政权 所以他历代以来 都是和世界上最大的 最有权势的国家 勾结在一块 现在他就是和美国 世界上最强的国家联络在一起 不单和他联络 和世界各国都建立外交 都要和他有所联络 第三什么 淫乱的酒 错拗的道理 我们现在就大声激呼 大淫妇 而且做世上的淫妇 和一切可赠之物的谋 到了第三位天使信息 又讲到死伤一好的兽 一好了 一好了以后 勉强人拜他 同时两个脚如同羊羔的兽 给他做相 二者都是具有龙的精神 死伤一好的兽 谁给他的权命呢 那个龙把权命给了他 两个脚如同羊羔的兽呢 说话像龙 正好配合起来 我们在这 上帝给我们的使命 拣选了 就是末世代预言中的教会 经过了大失望以后 上帝特别拣选的儿女 这脉儿女呢 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 东方来 因为将来 真正扶起穿扬三位天使信息的人 是什么人呢 十四万四千人 你在学习 启示录十四章的时候 十四章讲到三位天使的信息 从第六节开始讲 一到五节讲什么 十四万四千人 受印的十四万四千人 他们扶起 从第六节开始三位天使的信息 他们从什么地方来 东方 上帝 上帝 盖印给他们 他们传的什么 上帝宝座 所发出来的令 三位天使的警告 所以这个呢 请大家 请大家 我们再读一下 世界基督教大联合运动 都给他关门 都给他关闭了 都狠了 因为什么 我们传扬三位天使信息 去扰乱他 他最恨的 他最恨的就是我们 扰乱谁呢 扰乱北方 结果 结果怎么样 这一刻 我们就看到一位 掌管宇宙的上帝 他就在 写淡一里书的时候 公元前五百多年 以后 约翰公元后 将近一百年 九十六年 且启示录相隔六百年 上帝就掌握着这个局势 告诉 戴衣怎么写 启示录 约翰你怎么写 我们请大家看 十三章 两个脚如同羊羔的兽呢 我们就不去详细读它了 我们从 第十三节开始读好了 这个两个脚如同羊羔的兽 又行大骑士 甚至在人面前叫火 从天降在地上 他因赐给他全柄 在兽面前 能行骑士 这个兽什么兽呢 就是那个死上一毫的 罗马教皇 能行骑士 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 说 要给那兽刀伤 还活着的兽做个像 第十五节 又有权柄赐给他 叫兽相又生气 并且能说话 又叫所有不败兽相的人 怎么样 都被杀害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传什么 我们基督父的安心日会的人传什么 请看十四章 十四章第九节 十四章第九节 又有第三位天使 接着他们大声说 若有人拜兽和兽相 在额上或在手上 说了印记 这人也别喝上帝大怒的酒 此酒正在上帝愤怒的杯中 唇一不杂 他要在圣天时和羔羊面前 在火于硫磺之中受痛苦 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 直到永永远远 那些拜兽和兽相 受他明知印记的昼夜不得安明 圣徒的忍耐就在此 他们是手上的诫命和耶稣真道的 因为他们传扬这个三位天使的信息 地上的势力说 你不败我就杀你 天上的势力 这般信徒 他们说不能拜 你们如果拜的话 就要遭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 这个痛苦是昼夜不得安明的 怎么样 很清楚了 这个大斗争就开始了 很清楚 所以我们弟兄姊妹 大家再翻过来 看这个 再看战役里 第十一章第四十四节 我们 看来看去 在对照 就越觉得清楚了 四十四节 但从东方和北方 必有消息 扰乱他 我们提出来的消息可以说 的确是扰乱他的 他的权威 被我们三位天使信息给他 下了警告 很多的人 不再服从于他了 所以巴比伦城当中 很多人就处理巴比伦 他就大发烈怒出去 要将多人杀灭究竟 你不拜我吗 好 我就杀了 我们看 除了不拜他以外 还要叫人受他的印记了 不受印记的人怎么样 我们先看 启示录十三章 十三章 十三章第十六节 十六节十七节 也是这个势力 我们可以说是北方王的势力 十三章十六节十七节 也就是罗马教廷 也是那个两个脚 如同阳高的兽 合起来的势力 他要叫众人 无论大小贫富 自主的为奴的 都在右手上 或在鹅上受一个印记 什么印记呢 就是兽的印记 除了那兽印记 有了兽名 或有兽名数目的 都不得做买卖 就是你不兽他的印记 好了不叫你做买卖 你不能买也不能卖 就是监禁你 在监狱的人 不能买也不能卖 把你囚禁起来 断绝你生活的来源 各位你看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 这段语言很重要 是不是这样应验呢 语言之灵 虽然没有直接讲的问题 但是在善恶之争里头 已经讲到这个发展 到将来肯定是如此的 所以在研究这段预言的时候 我们的先贤呢 怀世姆的丈夫 怀亚哥 他就写了这一篇的内容 那个时候 他就有个认识 认识这个北方王了 就是罗马教廷 与南方王 无神的一个交战 他写了以后 怀世姆看过以后 他 没有正面的表示 但是 在他写的善恶之争当中 他是同意这个看法的 所以我们相信呢 今天我们所提到的 这段预言 是很真实的 就是这样去理解 这么去解释的 那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观察了 这北方王 有什么事情 让他那么厉害啊 那么发怒呢 各位 除了我们这件事情 他不会的 大发烈怒出去呢 要杀灭静静呢 因为什么 我们是直接与他抗衡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啊 在他知道 他是非常仇恨的 不过他已经知道了 我们在各个国家 特别在美国 在我们教会就一直是 就是这样讲的 但是我们 还是凭着细心 要把这个重要的预言 在这时候 要向我们来宣明 弟兄姊妹 大家都理解了没有 这个四十节到四十四节 我再说一下 到了末了 南方王要与他交战 那个南方王呢 是埃及为代表的无神 从 1917年 苏联 第一个就开始 以后 欧洲 以及到亚洲 很多的国家 就 加入了南方王的行 到了1917年的时候 苏联开始 第一个 那么在他以前 当然还有了 那么他是一个大的了 好多的一些东欧 中欧啊 中国 被对北方的势力 所侵服了 所以列国 都受到洪水的泛滥 还在洪水泛滥中 那么中间就提到有一些 受影响的 没有受影响的 是代表性的 就说呢 这个势力来了 有许多看见了 好了 就亲他了 有许多 哎 虽然是中立呢 因为他们没有反抵他 也就没有 对他有什么影响 说得很好 就是在他呢 北方和南方交战时候 还有很多是不受影响的 因为什么 他的态度和北方是亲的 所以提到一些代表性的 就是以东啊 摩亚啊 亚门啊 那 呂地亚啊 古石 这是代表性的 有个意思 那到最后呢 就东方和北方 有消息扰乱他 他就大发烈怒出去 要将许多人杀灭精进 这个我们看来的 正在应验中 现在我们不用说 是这个势力了 就是现在还没有到他 做大音符 而周围 许多小音符 拥护他的时候 已经我们出现了 安息日会出在什么状况 龙向富人发怒 去他其余的人里征战 我们在很多地方 就是如此 感谢主 上帝给我们信心 但是我们看到 还有个好的现象 因为这三位天使的警告 一定要传开 传到一定的程度 然后呢 这个北方王诸怒了他 当他诸怒出来的时候呢 可以说这个信息呢 很多人都听见了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怒气现在还没有发 怒气一发的话 完了 我们就不能在这儿聚会了 没有这么平安的地方了 现在还是一个什么时候呢 天使执掌四方的风 上帝在那里正在盖印 上帝拣选哪些人 是配做十四万四千人呢 因为现在正好是 执掌四方的风 上帝要在千千万万的 上帝子民当中来 全配接受 十四万四千人 给他印印的时候 同时这个时候呢 也是我们正要传的时候 所以我们很感谢上帝 我们现在摩文堂呢 可以说平均每一周 会接到一封信 外地见礼拜堂 过去长时间 不承认安息日会的 现在承认了 不单承认 还发给你聚会场所的登记证 过去好多年了 我们最近都接到 固然他们要 叫我们给他捐助一些 我们多少只要捐助 这是个最好的事情 好像雨后春笋一样 我们到处啊 我们教会现在 都能够被国家所承认 保护的 过去就是不承认你 一直是认为你是一端了 怎么样 现在很好 我们也和一些地方交往 前几天有合肥的地方 飞溪那里和合肥 我们安息日会有五十多个点 就是那个地方 年安徽还有其他地方 每个地方都是几十个点 像我们上海现在我们几个堂 我们如果说 搭在小小的家庭聚会 可能有七八十个 也许还不知道 还比这还多了 是不是 虽然我们人少 但现在还是上帝 给我们开路的时候 正是我们现在 好好地传的时候 直到把信息 传得更广了 绝大部分人都知道了 那个时候他会警觉了 哎呀 整安息日会 真是很可恨啊 你这么大的力量 去使很多人警觉起来 那个时候他就会大发烈怒 现在还没有到 这个发烈怒的时候 愿主给我们 爱他的心 多少人 他们还在 不知道真理之中 包括不信的人 已经信的人当中 还有多少走到错误的路上 求主给我们 爱他们的心 活着的心 去为这些人 祷告 要去工作 我想 我想今天我们来的弟兄姊妹 都是有福的人 因为这样的预言 我们在礼拜堂 可以说 很少去讲 也不能讲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 来学习战役离书 一节节 学下来 我们 要按照 受你的感动 和真理来解释 所以大家都是很有福的 我们能明白 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以后你越研究 就越感到 但也里和启示录是怎样吻合的 你越深入的研究 我们学习到这儿了 以后我们学习到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再提起但也里十一章 这样大家呢 就更觉得这些预言书 都是很和谐一致的 使我们知道 上帝的话就很快 就会应验 好 现在我们看 第四十五节 第四十五节 最后的一节 他避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 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墓 然而到了他的结局 比无人能帮助他 各位 这段话呢 也就是我们这里提到的 要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 要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墓 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墓 指着什么呢 大家注意 他呀 这个他指着南方王北方王 四十五节 大家看一看 大家说 这个他指着什么 南方王北方王 北方王 对了 北方王 要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 海指着什么 地中海 荣美的圣山 耶路撒冷 啊 耶路撒冷 他在橄榄山 是吧 耶路撒冷 橄榄山 中间 要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墓 说明什么 北方王 他原来在什么地方 在范皮冈 这是他的地方 他要把他的首都 他的京城 迁到哪里 迁到耶路撒冷去 就是这样 这件事情呢 我们看呢 按预言就是这样 为什么呢 大家再读一下 四十五节 他逼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 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墓 我们先读到这儿 宫殿的帐墓就是他所在的地方了 要把他在范蒂冈的那个据点 要去迁到耶路撒冷去 这就是最后的了 什么时候他迁了 可以说整个的预言就完全结束了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有个材料 我给大家读一下 这个材料是在前几年的时候 已经可能有的人注意啊 看到过了 1994年 说来几年了 八年以前 九月二日 有个犹太报 发表一个题目什么 出卖耶路撒冷 出卖耶路撒冷呢 这么一个社论 前面一段就讲到呢 巴基组织主席阿拉伐克 在早写时候啊 在约翰纳斯堡演说的时候 他无意当中透露出 以色列的外长 谁呀 佩雷斯 曾经在1993年10月 给挪威外长 写了封信 表示以色列呢 允诺 要尊重巴基组织 设在耶路撒冷的政府机构 把巴基组织啊 设在耶路撒冷 这是一段 但这段呢 后来人问他 他否认 虽然否认呢 但是我们知道 后面还有证据 他的确是这样说过 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再提一下 在这个信里面 还提到什么呢 哈尔特 哈尔特 哈尔特是谁呢 是这个佩雷斯的一个亲信 佩雷斯的亲信 佩雷斯我们知道是以色列的外长 佩雷斯的他的一个亲信叫哈尔特 他就亲自 佩雷斯叫哈尔特去送一封信交给教皇 这哈尔特知道的 哈尔特就透露 他就透露出来什么说 佩雷斯愿意将救耶路撒冷的主权 递交给梵蒂冈 耶路撒冷一直是以色列人的 以色列的首都 但其旧城 由梵蒂冈来治理 以色列啊 耶路撒冷一个新城一个旧城 过去老早这个旧城 后来有里面有圈了个新城 那么这位呢 哈尔特就说了 这个佩雷斯呢 让我送了封信就送给教皇 明明就说呢 愿意将旧耶路撒冷的主权 就交给梵蒂冈来治理 下面还有哈尔特就补充说 信中还提出 那个城呢 将有一名以色列的市长 一名巴勒斯坦的市长 两个人呢 都要受梵蒂冈的管理 两个市长都要受梵蒂冈的管理 哈尔特说 规划是早两年 奥斯洛会议前夕 由佩雷斯递交给梵蒂冈的 下面就说 规划 尼定旧城 以及骑阿塔罗机场 旧城还有一个阿塔罗机场 享有制外法权 成为国际交流的中心 下面还有一段就说 计划的另一个目的 是要使耶路撒冷 成为世界第二个梵蒂冈 让三大宗教 服在梵蒂冈的权食之下 将出现一个 同越战王国结盟的 阿塔罗斯坦国 其宗教首都将在耶路撒冷 行政首都令设他处 可能在 纳布鲁斯 外交部官员 圣赞此规划 外交部的官员还对着很高兴 尼定以色列 同天主教世界的联络 促进 他高兴什么 正未来更是世界的中心了 促进贸易 旅游 经济繁荣 佩利斯呢 还相信 潮尔利的政权 有利于解决阿拉伯人 和以色列人之间的纠纷 这是 都是站在不同的角度 各看各的利益 总觉得这很好事 梵蒂冈到这里来以后就是好事 因为什么 宗教的一个最大的势力到那里去了 那里经济就要繁荣 很多人就要旅游到哪里去呀 看看呢 这个世界上最有名望的人呢 就是范迪刚的教皇呢 一生见他一面 那真是死了也甘心 很多人就是这样 敬仰他 真是到了一个 可以说世上没有可以想彼的了 促进贸易旅游 下面还有一段读一下 1990年是罗马天主教的 救赎起年 该年年中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发表 题目 什么题目呢 救赎之年的 尺头书信 大谈他 对耶路撒冷的期望 教皇自己讲了 刚才我们讲的是 佩斯怎么样 对教皇 希望他到那去 现在教皇自己 在1994年 这样说 他说耶路撒冷象征着团结 和一 寄人类大家庭的普世和平 我思念并渴望着大家都要蒙上帝的教训 那一天来到 以至我们都要聆听 他的平安与和好的消息 我期望将来有一天 都要蒙上帝的教训 那一天来到 以至我们都要聆听 他的平安与和好的消息 我期望将来有一天 教皇说的 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人 在耶路撒冷城内相遇的时候 要因基督在他复活之时 招呼门徒所说的彼此呼召的话说 愿你们平安 教皇 书信的揭书余 对此平安呢 所作的一种评论是很有意义的 他怎么说呢 基督 耶稣奉天父的名 所祝的平安 就是使耶路撒冷成为和一 弟兄友爱 及各民族和谐一致的伟大理想 一个活的象征 这将实现以赛亚的光辉加盐 来吧 我们邓耶和华的善 邓雅各上帝的殿 主必将他的教导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他的路 各位我就读到这里 里面还有一些内容 弟兄姊妹你看怎么样 而且我们看到 耶路撒冷 现在犹太教 基督教 还伊斯兰教 现在就三个 三个教在里面 各盖一个教堂 在里面 现在以后呢 梵蒂冈去 把这几个大的教 通关起来 这是很可能的 因为什么 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 文化的发源地 不论是各方面的出产 以及文化 以及地理位置 环境 都是最好的地方 交通现在最发达 世界各国都是经过那个地方 因此呢 很可能的到将来 就是如此 而且我们看来 这个路已经铺平了 这种舆论 这种言语 已经在很多地方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公开的已经 这不算是公开的 也是一种公开的秘密了 是吧 很多人都知道了 所以将来呢 我们看到 是不是这样 因为事情还没成就 我们只能够把 已经有的迹象呢 在这里提出来 我们心里有一个感受 等到以后 真的这样成就了 我们就看到上帝的话 营验的就更真实了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下面呢 45节最后的一句 是 然而 到了他的结局 比无人能帮助他 谁的结局啊 北方王的结局 到了结局 没有人能帮助他 我们在启示录学过了 上帝要降下七灾 最后 那个兽 和那十个脚 都要恨他 让他冷落吃身 要吃他的肉 用火把他烧尽了 到将来的时候 他所影响的那些人 都会起来反对他的 他会遇到他的结局 怎么样 无人能帮助他 本来很多人都听他的 他做世上的淫妇 和一切可证之物的母 在启示录 第十三章 第四节 他就是做世上 一切可证之物的母 很多人拥护他呀 你可现在 有报道说 几十亿的人亲眼看见了教皇 这世间了不起的人 见了他都是拜他 到最后怎么样 无人能帮助他 大家看出了 他是罪魁祸首 当七灾降下的时候 开始他们归罪于 那些手上的诫命的人 到最后他们知道了 不是他们造成的 上帝要光照那许多手 安息人的人 手上的诫命的人 那许多人 逐渐就觉得 原来我们蒙蔽呀 受了这个 恶势力的影响 所以 请大家看呢 我刚才讲的 大家看看圣经 是不是这样说的 请看 第十七章 启示录十七章 十七章 我们先 就看第十六节好了 第十六节 十七章第十六节 你所看见的那十脚 你所看见的那十脚 与兽 必恨着因妇 十七章第十六节 是他冷落赤身 要吃他的肉 用火将他烧尽了 各位 这个十脚和兽 对他怎么样呢 你现在看前面 请看十二节 你所看见的那十脚 就是十王 他们还没有得果 但他们一时之间 要与兽 同德权柄 与王一样 请大家注意 他们同心合一 将自己的能力权柄 给那兽 那个兽 也就是那个大孕妇 他们把自己权柄 都给了他了 前面讲的呢 请大家再看 第十七章的 十七章的 第五节 在他额上 十七章第五节 在他额上 有名写着说 奥秘在大巴比伦 做世上的因妇 和一切可证之物的母 世上的因妇 和一切可证之物的母 哇 我们再请看十三章 十三章的第三节 启示录十三章的第三节 我看见 受的齐头中 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 那死伤却癒好了 下面就画什么 全地的人 都稀奇跟从他手 死前就是这样的势力 做世上 因妇一切可证之物的母 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他 到最后怎么样 瘦吃脚 恨那个大因妇 冷落吃肾 吃他的肉 用火烧尽了 所以 圣经怎么说 单一里十一章 我们再看最后一句 然而到了他的结局 比无人能帮助他 没有同情他的 他要受到他应得的惩罚 好 我们 十一章呢 就解释到这里 解释到这里 我们再把刚才唱的这个 主能有平安再唱一遍 好了 唱完了我们 再把十二章 今天就结束了 十二章 比较容易懂 不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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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大家看单一离书第十二章 十二章我们说一个中心内容呢 救恩的门 恩门是救恩的门关闭的情况 以及呢 有关末期进一步的启示 与应许 我们可以分这么两个内容 一个就是救恩的门要关闭了 关闭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 以及末期呢 进一步的启示和应许 因为最后又预言到两个时期的预言 怎么解释的 我们现在请大家看十二章第一节 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 米加勒必站起来 并且有大艰难 从游国以来 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 你本国的民众 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 这第一节 第一节呢 那时指的什么时候呢 就是十一章 我们讲到的 这个十一章啊 最后结束 北方王要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 设立他入宫殿式的帐墓 以及最后他的败亡 最后就完了 一说呢 他的恶行呢 到那时候受到的他该受的一种整罚 我们也可以理解什么 善恶已经定了 这个时候呢 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加勒 必站起来 这米加勒 站起来指着什么呢 米加勒站起来 就是查案审判的结束 米加勒指着谁呢 米加勒就是基督 这个我们都可以 根据圣经啊 启示录十二章七到九节 犹大书第九章 我们根据内容来看了 我们知道米加勒是指着耶稣讲的 米加勒站起来 为什么是查案审判结束呢 因为 耶稣基督站起来 就表示一个工作的 已经完成了 跟一个人上班一样 在那里做他该做的工作 他都完成了 该下班了 他就站起来 准备要走了 是吧 耶稣基督站起来就是 这阶段的工作完成了 他在那里进行查案审判 下面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是指着查案审判呢 我们不是凭空这样说的 请大家看 米加勒必站起来 并且有大艰难 从游国以来知道此事 没有这样以来 没有这样厉害的 没有这样 这样的 没有这样怎么样 就是没有这样严重 这样厉害的 是空前的艰难 指着什么呢 耶稣一站起来 恩典的门关了 查案审判一结束 就是恩门关了 为什么 因为查案审判 结束的时候 就定下来 善恶已定 恶的就永远是恶的 善的就永远是善的 不能更改了 不能更改什么意思 就是定案了 定案就是结束了 如果后来还有很多的时间 那不会定案了 那人还活下去呢 他到底好还是坏呢 就是说定了案以后 人在世的日子 就不再延长了 主耶稣就要再来赏善罚恶 所以我们说呢 就是查案审判结束 有恩门关闭了 因为定了案以后 你再有恩门有什么用啊 一个人已经定了 他就是不能够得救了 你再给他恩典 他也不能得救 既然得救的人 那也成为圣洁了 他也不会再去犯罪了 所以恩门呢 就关闭了 为什么有大艰难呢 这是在后面 我们以后学的 给大家仔细讲 等到查案审判结束 上帝宣布了 善恶已定 人你是在城里或者城外 你是拜寿相或者不拜寿相 这都肯定了 这个时候啊 上帝就降下七大灾 在启示录十五十六章就讲到 这些都定下来以后 就降下七大灾 七大灾降在什么人身上 就降在那许多拜寿和寿相的人身上 不是降在一人身上的 他们受到这些灾以后 他们就大发怨言 他们埋怨上帝 而且呢 他们在受灾的时候 仍然是呢 不悔改 我们请大家看一下 启示录第十五章 十五章 十六章 第十六章 十六章的第二节 十六章第二节 就是开始的第一灾 第一位天使 八丸倒在地上 就有恶而且渡的窗 生在那些 有受印记 拜寿相的人身上 这不很清楚明确吗 第一灾 我们再看第五灾 第五位天使八丸 倒在寿的座位上 寿的果就黑暗了 人因疼痛 就咬自己的舌头 又因所受的疼痛 和生的窗 就亵渎天上的上帝 并不悔改所行的 不悔改 他没有认为 应该悔改了 十一节 十五章 十六章第十一节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情况下 不悔改怎么样呢 他们就说了 我们受灾啊 都是那许多 手上的诫命的 那许多人造成的 同时在善恶之争里面 就提到 在这时候啊 撒旦 他就会装作光明的天使 他说 安息日 已经改为星期日 他装作基督啊 他说我来宣布 这么一来啊 那许多受灾人就更气愤了 你看 基督来了 亲自宣布了 所以他们守安息日 是错的 我们起来群起公子 所以那个时候 就是雅各遭难的时候 从雅各遭难 上帝的儿女 就要受到恶人的 一种逼迫 这个地方说 大艰难时期 要来到 从游过以来 直到此时 没有这样的 你本国的民众 凡名 露在册上的 必得拯救 各位 是不是 这个大艰难时期呢 是不是上帝子民 要受到 这种很大的一种艰难呢 我们请大家看 耶利米苏 耶利米苏 三十章 耶利米三十章 以赛亚耶利米亚前面 耶利米三十章 耶利米苏 耶利米苏 第三十章 我们请看 第六节 耶利米苏 三十章第六节 你且访问看看 男人 有产难吗 我怎么看见 人人 用手掐腰 像产难的夫人 脸面都变轻了呢 哀哉 那日为大 无日可彼 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 但他 必被救出来 请大家注意啊 这两节经文 前面是个预表 后面讲一个实在的 前面就是 人人怎么 都是很难过 哎呀 好像脸都变轻了 好像产难的夫人 下面一见了 哀哉 那日为大 无日可彼 就是没有一个 历来 没有这么一个 痛苦的日子来到 什么呢 就是雅各遭难的时候 大家记得雅各 什么时候遭难啊 是不是 他 见了哥哥以后 他逃走的时候遭难呢 那个时候也遭了一些难 但是呢 他第一个晚上睡在那里 他就做了梦了 是吧 一个梯子 所以那个时候 不算是遭难 他逃到 他的舅舅家里头 二十年 我们说是有些难 但是 还是可以的 上帝赐福给他 他的牛群羊群 那么多 儿女那么多 什么时候遭难啊 等他回家的时候 要见到他的哥哥了 所以他就派人去 结果他的哥哥听说 雅各来了 大家知道 他哥哥什么行动啊 什么行动啊 大家看一看 请看个创世记 当他回去的时候 快要见到他哥哥的时候 我们请看第三十 第三十 三十三张 我们先看三十二张 先看三十二张 雅各啊 他就回去要见他的哥哥了 一扫 请看第六节 他打发人回到雅各那里说 我们 到了你哥哥一扫那里 因为雅各啊 去打发人 先去看看 哥哥怎么样啊 我这二十年没有见哥哥了 哥哥怎么样呢 所以打发的人呢 回来就告诉雅各说 什么呢 他带着四百人 正迎着你来 看看 他得了吗 他就哥哥带着四百个人呢 迎着雅各来了 干什么呢 第七节 雅各就甚惧怕 而且忧愁 他知道了 带着四百个人呢 他有命啊 哥哥一直要杀他 因为在二十年前 雅各 骗取了长子的名分 父亲 把福给给雅各了 所以他的哥哥很恨他 结果怎么样呢 雅各在的时候 他就肯去祷告 把他的所有的财产 牛群羊群呢 很多都送给他的哥哥 一批一批的送给他的哥哥 以后他就留下祷告 我们请大家 看 三十二章的 三十二章 第 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三十二章 二十二节 他夜间起来 带着两个妻子 两个十女 并十一个儿子 都过老 雅各都口 先打发他们过去 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 只剩下雅各一人 有一个人来 和他摔跤 直到黎明 哪人见自己 生不过他 就将他的大腿窝 握了一把 摸了一把 雅各的大腿窝 正在摔跤的时候 就扭了 那人说 天黎明了 容我去吧 雅各说 你不给我诸夫 我就不容你去 各位 这一段呢 我们等着再读下去 开始的时候 这个人呢 给雅各摔跤 雅各 知道是谁吗 他不知道 他就知道 肯定 是各个派来的人 要杀他了 所以雅各心里 非常害怕 非常恐惧 但是他怎么样 他的罪已经承认了 雅各这二十年呢 他不断地承认自己的罪 所以 在摔跤的时候怎么样 那个人胜不过他 他就一面摔跤 一面祷告 就上帝帮助他 上帝的确赦免了 雅各的罪 所以雅各怎么样 就把那个人 胜过了 结果后来这个人 怎么样 就摸了雅各的大腿窝 一摸呢 雅各的腿瘸了 这个时候 就无法再打下去了 雅各知道了 原来 给我 作战的 这位是 上帝 是天使啊 我们看二十七节 那人说 你名字叫什么 雅各 雅各不是叫他 给他祝福吗 那个人就问雅各 你叫什么 他说 我名叫雅各 那人说 你的名 不要再叫雅各 要叫以色列 因为你 与神 与人交力 都得了圣 雅各问他说 请将你的名字告诉我 那人说 何必问我的名字呢 于是 在那里给雅各 祝福 雅各便给那地方 起名叫 比怒以乐 就是上帝之面 就是上帝之面的意思 意思说 我面对面见了上帝 我的性命 忍得保全 好 这一段呢 这段话 就是雅各 遭难的时候 所以到将来的时候 圣经里说呢 刚才我们 请大家看啊 再看 但一离书 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十二章第一节 刚才我们读的 米迦勒站起来 并且有大艰难 从游过以来 知道 此时 没有这样的 大家可以理解 这个艰难 是从来没有过的 这个大艰难呢 在串珠圣经呢 就给你引证到 耶利米书 刚才我们读的 这个引证的很好 就是雅各遭难 就是雅各遭难的时候 上帝怎么样 应许 但他必被救出来 雅各因为自己的罪 所以后来 这个哥哥要杀他 但是雅各都承认了 就哥哥怎么样 杀了雅各没有啊 诶 刚才没有读完了 我们请大家 可以看一看 刚才我们读的 读的几章呢 三十二章 三十二章 是吧 三十二章 我们再看下去 三十二章 创世纪三十二章 到后来呀 三十二章 三十三章呢 我们看了 就是雅各和他的哥哥见面了 见面以后 怎么样 我们前面就不读了 因为雅各送很多礼物给他的哥哥 最后雅各和伊嫂呢 就见面 见面以后 他们是怎么样的情景 我们请看 第四节 三十三章第四节 伊嫂跑来迎接他 将他抱住 又搂住他的景象 与他亲嘴 两个人就哭了 伊嫂 他就举目看见 妇人孩子就说 这些和你同行的谁 雅各说 这些孩子是上帝使恩给你仆人的 那么在这以前呢 我们知道 雅各就把很多的礼物 一批一批的就送给了伊嫂 伊嫂就改变了 各位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就是雅各遭难 为什么是将来上帝子民遇到的这种 塑影来说明呢 因为到后来 当他们说这些都是上帝 因为他们不遵守星期日 你看 耶稣已经宣布了 这时候他们叫攻击上帝子民 上帝子民呢 在这时候就受到 很多人非常恶毒的 把他们下的尖临 让他们受苦 就在这个时候 这些人都一直祷告 他们在上帝面前 就像雅各一样 但他们祷告的时候就想 我们的罪都承认了 因为恩门就关了 再没有可以赦罪的 但是他们一想呢 他们最都承认了 没有一样不承认的 在这时候 他们虽然是这样 还是凭着信心 紧紧的窝子耶稣 后来呢 这些恶人 就要在一定的时间 要把他们都杀了 正在这时候 上帝就在很多 那许多 一群群的 在那里敬拜上帝 祷告上帝的人 就光照在他们身上 许言指令在善恶之中就说 立刻 这些人就住手了 他们看 哎呀怎么 天上的光照在这些人的身上呢 他们就停止 不敢再 动他们 这个时候 上帝就保守 上帝子民 没有一个被他们杀害的 这些人就看到 上帝真正恩待他们了 所以在 学到启示录七教会的时候 以后大家会学到 那些人就会来 拜祷在他们面前 这个时候 这些人 有些人就感动了 真的 上帝与他们同在啊 就像雅各 见到姨嫂一样 本来要杀他的 到后来怎么样 没有杀 就看见上帝真的赐福给雅各 这就是这段语言 一方面呢就是 那许多拜授和授向的人 受到大灾 另外就是上帝子民 要受到大捐案 下面 我们再看 单一例十二章的 下面的一句 你本国的民中 凡民露在册上的必得拯救 那就是指着我们了 凡是你名字 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 所以我们说呢 仍然是查案审判结束 各位你看 这句话就说明什么 已经确定了 凡是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 那就得以拯救 所以天使长米迦勒 这站起来呢 就是查案审判结束 善恶已定 我们人人 决定自己是得救 或者是没有啊 感谢主 主 把这个重要的语言给我们 我下次的时候 再把善恶之争拿来 今天呢 我没有带来 下次带来 把这里面几端话 我再给大家读一下 让大家更深刻的看到 上帝是怎样指示给怀世慕 就是 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一节啊 这个内容 这是很重要的 下面呢 第二节 和第三节 第四节 又讲的三个不同的内容 第二节讲的什么 就是特别的复活 第三节讲到 那许多义人 比发光如星 第四节讲到 最后的主再来的时候 知识增长 研究圣经是空前的 而且说明 主来的这个进了 正是证明末世到了 这是第四节 以后 第五节到十二节呢 就是再重复过去的事 同时呢 在这期间呢 有特别预言到两个日子 一个日子呢 就是十一节 十一节 从除掉长线的翻计 并设立那行毁坏可证之物的时候 必有一千二百九十日 十二节 等到一千三百三十五日的 那人便为有福 这两个日子怎么计算 也很奇妙的 我们都有预言可以告诉我们 最后一节 你且去等候结局 因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 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 感谢主 但一离就是做了一个 忠心于上帝的仆人 上帝给他的话 他都完完全全的 不打折扣的 把它写出来 而且更使得我们羡慕的 但一离就是 真诚认罪悔改的 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到呢 以色列人犯了罪 为了两千三百日 但一离可以说 他在巴比伦国没有犯什么罪 但他是一心 为以色列人代求 他代求的时候怎么求 他说我 我们 我们 他没有说 以色列人犯罪 上帝你赦免他 他是我们 我们 因此 他是在主人面前非常谦卑的 上帝看见了但一离 他所做的许多的工作 一生的成就 允许给他 你安歇吧 到了末期 你比起来 享受你的福分 但一离 什么时候就复活了呢 我们也不知道 是不是但一离啊 在耶稣粉末裂开的时候 就复活了呢 我们也不知道 是吧 总之呢 但一离是会享受 上帝给他的福分的 今天呢 后来呢 这许多 我在讲的时候 觉得不能快 讲完太快了 就讲两节啊 后面因为还有很多 还仔细讲一讲 还仔细讲一讲 下次啊 再讲后面的 第二节开始 讲到最后一节 下次可以讲完了 讲完了以后 我们再把整个的呢 有时间再把但一离书再回忆一下 从第一章开始再复习一下 我们再一次就开始讲启示录 从第一章开始讲 愿主能够赐恩给我们 使我们都能够像但一离一样 我相信 我相信 今天 我们只要是 能够 真诚的 相信他 依靠他 有但一离 这样的制成的心 但一离他为什么 能够这么好呢 大家知道吗 但一离有个特点 我们请大家 看一看但一离的特点 我们请看第五章 但一离第五章 但一离书第五章 但一离书第五章 第十一节 太后啊 就向白沙沙介绍但一离 第十一节 在你果中有一人 他里头有圣神的灵 你父在世的日子 这人心中光明 又有聪明智慧 好像神的智慧 你父 你不叫你撒王 就是王的父 立他为 术士 用法术的 和加勒底人 并关照的领袖 在他里头 有美好的灵性 有知识聪明 能圆梦解密于 是一货 这人名叫但一离 看 这就是但一离啊 这是一个不信上的人 给但一离下这个评语 多好啊 但一离就在不信的人面前 让别人看见 这个人怎么里头有 圣神的灵啊 今天我们能够这样吗 一般人跟我们接触 哎呀这个人 里面真是有圣神的灵 真是像 有上帝在他里面一样 各位啊 我们希望主能够赐给我们 像但一离一样 这人心中光明 有聪明智慧 有聪明智慧 好像神的智慧啊 你父尼布加尼撒王 立他为术师 用法术的领袖 好像神的智慧 但一离为什么能够这样呢 我们再请大家看一个经文 但一离书第六章 第六章 我是很爱读这节经文的 第六章 第六章第十节 六章第十节 但一离知道这禁令 盖了玉西 就到自己家里 他楼上的窗户 开向耶路撒冷 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上帝面前 祷告感谢 与肃肠一样 马上就要面临 祷告就要丢在狮子坑里 但你心中那么样的安叹 祷告感谢与肃肠一样 没有提到一句 上帝啊 我祷告你就要把我丢在狮子坑里了 上帝你救我 一句也不提 祷告感谢与肃肠一样 他已经完全和上帝在一起了 上帝啊你就是我的上帝 今天我所遇到的一切 我都在你的怀抱里头 你是我的上帝 我无论到哪里去 你总是和我在一起啊 我怕什么 所以祷告感谢和肃肠一样 所以但你的心中有圣神的命 弟兄姊妹我们又在想 但你这么好 我们是个罪人 我们能够达到吗 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 主啊我们太差了 你会不会与我们同在呢 大家不要灰心 但一里 我们说以利亚 摩西 伊罗 都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 难道上帝偏待但一里吗 不是的 上帝对我们都是一样的 主要是但一里真诚爱上的 他爱上帝 他怎么对待上帝呢 请大家看 但一里六章 第二十三节 六章二十三节 王就圣喜乐 我说 吩咐人将但一里 从坑里细上来 于是但一里 从坑里被细上来 身上毫无损伤 什么 因为信靠他的上帝 上帝是我们的父 但是你信靠不信靠呢 上帝实实在在啊 他的大能的作为 我们听到多少见证 我们看上帝的话 语言的音乐 我们亲近主的时候 得到多少的帮助 但是在我生活当中 往往没有信靠上帝 有些人说 哎呀我信靠了 实际上你的信靠 是打折扣的 可能百分之五十七十 如果我们真正是百分之百的信靠上帝 大家想想有什么难成的事啊 什么事情主不能帮助我们呢 上帝就是我们的父啊 但一里一点也不害怕 到十字坑里十字就不吃但一里 为什么上帝和但一里就在一起 敢吃吗 实际这个能力呢 你我都可以得到 就看我们有没有信心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 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上帝 且信他赏赐了寻求他的人 其本来说是一章第六节 但一里怎么样 因为信靠他的上帝 信就得到了 上帝能力是完完全全的 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得到多少的恩典 一定不要忘记 要充满我们的心 我们常常回忆主的恩典 常常看耶稣定式的价 是我们的心呢 一直和主要保持联络 什么时候你与主联络 上帝的能力 生命的活力 就像枝子在葡萄树上一样 就一直圆圆不绝地给我们 你肯定是有圣命的 为什么我们感到软弱了 这种枝子一样和葡萄树断了 不祷告了 不亲近主了 感恩的心没有了 弟兄姊妹不难 冤主圣灵充满我们 长存感恩的心 一个感谢的人 他必然是一个信靠上帝人 一个信靠上帝人 必然是得救的人 但以理就是这样 所以怎么样感恩 遇到那么大的难处了 祷告感谢 与素肠一样 都在石子坑里了 还感谢上帝啊 还是感谢 这种心情 希望我们都能够得到 在我们生活当中 多述说上帝点点 多看上帝的荣耀 不要看那个阴满灭 不要看撒旦的作为 激活撒旦的作为都冲来了 像战役一样 就要把他丢在石子坑里了 战役你看见的 还是上帝你的作为 跟不看的羞作人 要把他丢在石子坑里 看多好 这就是得受的秘诀 战役你能做到 我们能做到吗 能做到 战役你能 倚靠上帝 我们不能倚靠上帝吗 上帝不会拒绝我们呢 你为什么倚靠我 上帝永远不会这样说的 只是我们对他 倚靠的心 少了 怎么少世俗的影响 常常分心爱世界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 在上帝面前要寻查的 不要爱世界 我们的心 一心归向上帝 求主帮助我们 好 好 好